年轻球员 但毫无损伤得甲在欧冠中的积分不断下降不是没道理的 拜仁在几乎垄断性的优势下 还有人能够在中下游球队身上掉链子 而即使掉链子也没有任何球队能够乘胜追击 在前五轮中 拜仁有四场都是二球或者以上完胜 对手的竞争不存在 对比之下 十年里垄断了大部分欧冠冠军的黄马巴萨 从来不敢在西甲里掉以轻心 不仅仅是马德里竞技 如塞尔塔和赫罗纳这样 没那么强的球队也能够制造巨大威胁 还不止那么一次两次 黄马巴萨在连载中 被追上市场有的是 西朝三强更是经常性地拼到你死我活 而法甲中的大巴里经常能够领先巨大而夺冠 得甲中的败人也毫无压力的领先所有球队 在欧冠淘汰赛中却往往最先出局 前锋闷劳矣 尚能犯否 半人的前锋危机要大于任何一支欧洲顶尖球队 穆勒即将满三十岁 而进球效率在不断下降 莱安在德甲可以登顶 但在此前的欧冠却创造了五场欧冠淘汰赛 临进球的尴尬记录 这一罗正当打之年 却不能保证伤病问题 而老飞侠罗本还是半人不可或缺前场攻击手 可见人才更换速度之慢 2012年1月 三赛季辉煌之后便连续五年被西超挡路 而德甲一场被奥格斯堡逼平不痛不痒 巨大的危机却是过去五年所有问题总和 二赛季辉煌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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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赛季辉煌之后